因為今天要從不入縱樹那個地方接起 大概到了下一章 教導菩薩的時候開始 因為下面的話就會比較活潑的 維摩節經這一章比較難 這一章裡面為什麼難 這一章因為維摩節所批評的 那些的話都是我們要學習的 那都是二聖人的 二聖人的話他在維摩節看起來的話 這些人都是你的程度比那個高 你要再去升 但是那些人都是我們施法的 因為那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 他們停頓在那個地方 維摩節這次來畫道教慈昂的話 他就是要跟他講你的 你都已經不是 你不要停在二聖人 你要再往上去做菩薩 菩薩他要跟他講 你要去做等絕妙節的菩薩 一個一個這樣上去 那二聖人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凡夫 我們在漩活場上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做二聖人 那些人都是我們的 我們的他現在所修行的 他說禁禪不好 當然我們一定要禁禪 你沒有禁禪你怎麼動禪呢 你要跳 換句話講你小學都沒有修 那個的話基本的都沒有弄好 你需要想要去當博士那不可能的東西 所以講很難講 他所批評的那都不是不對 只有你的程度超越那個 你要這樣角度去看 所以你不要以為他批評那個都不對 批評的那個的話是我們那個 不入中 因為這兩節的話 嚴格講我等一下我問各位喔 他那個這兩節所談的都是起詞對不對 一個起負一個起貧 那起負的人他告訴他要拼 兩個都是一樣都是要次第起 不能有要平等心 這是一個根本的 但是在別的經沒有談到他的那個 那個次第起對那個大家社 那個專門起那個貧窮的人 他跟他講你要做大福德 那既然今天要跟講那須埔迪的話 他是起負的人 他跟他講就是這四個字 不入中數 什麼叫不入中 我們是不是起詞 現在有沒有起詞 你如果這樣講的話 這兩節對我們都沒有用的 你不能講說沒有 你總是你用現在的角度 你要把起詞的觀念 要做某種程度的改變 要不然這兩節的話 我們現在沒有這樣說 吐一個拔要去跟別人這樣奔 所以這兩節那不是白講了嗎 那等於講的話說 講那個新的也不對 那個以前的二色的那個不對 現在講上做大福德也不對 那你這樣看的話 這兩節都跟你沒有關係 不能用這樣 我們要比較進步的角度 來看這兩節 現在我們從前面那個比較 因為他像講到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他有講法性 因為平等 大概起詞的話有幾個意義在那個地方 等一下悲甜等一下吃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你就看整個 如果你能夠深度好 那沒有深度的話 跳一下也沒有多大關係 你不要把它當作一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從那個虛弗題 他最重要就是 就是今天要講的不入中樹 不入中樹 好 那現在我們就翻到那個地方 那個不入中樹在哪裡 哪裏 114 151 好 那都很認真 151 不入中樹 15 沒有 不不不不 148 148 148 這個比較麻煩喔 有的時候就這樣喔 經文在前頭 解釋在後頭 如果只讀解釋 你經文又沒有看到 這樣的話你又不不深入 後來我看的話 這一節裡面有漏掉一點 那個後面那個 你那個後進來那個 童修有沒有輸 有喔 你有輸喔 有輸 OK 因為這樣的話 然後我特別注意看了一下 經文的話 我好像漏了幾個 那個沒有打成黑字 沒有打成黑字 所以你這樣看起來 你是會有一點麻煩 你是會有一點麻煩 所以這樣翻過來翻過去 如果一句一句講的話 又要花一點時間喔 我就有的時候 你回去再慢慢對 還是我現在給你對 這個沒有關係啦 等一下我再給你做一個 呼吸就好 那黑字我就把它跳過去 那你看 那個地方下面的話 不入縱樹 不入縱樹 是我把它標題的 是我把它標 這個標題 下面講的重點是 不入縱樹 好 須補提阿 我們就白字就好了 須補提阿 你能夠進入外道協界 不急著要到彼岸 對於世間的八種苦難 安然自在 困惡苦難都不為主愛 這個字在講什麼呢 就是說你已經修到一定的境界了 你已經有二聖人的程度了 二聖人你應該更 你認為可以更高 但是的話 你就是你不會那個 你本來都應該在 去寫在正的這邊 你現在的話 你如果能夠 你現在的話 他告訴他 那個維摩傑告訴他是 你不要那個 怕那些邪界 你也不要急著到那個地方 你看他的這樣 如果須補提 前面的黑字 一四七 須補提入諸邪界 不到彼岸 你要這樣才是對的 你不能在正道 你這可以跟 你可以入到邪裡面 就非道而行 非道而行活道 也不要急著到彼岸 這個是你要 一定要升到這個地方 對於人間的八種苦難的話 要安然自在 困惡苦難都不為主愛 這次在講這個地方 注意 這次在一直就 從序姆提注意八難 不得無難講這個地方 同樣的 你沒有刻意的 要沒有刻意 要避開城市的煩惱 那下面那個是別的翻譯 思維煩惱常存 你可以離清淨法 也要不但是 要同意煩惱 而且要離開清淨法 因為你們一般的話 都是 都是在 想過在清淨法裡面 那你現在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就像現在 你在立場的清淨法 我現在的話 去做這種事情 我現在的就是 你不能一直住在清淨法 你就是要去嚇死的人 這樣都在 通通在一起 這是一個章子 說沒有世界 章子正經你要渡法 你渡法 都渡法 大家都有收 在選火場上 你渡這些人 這些人都是 都在選火場上 大家都有選 那個是比較麻煩你 避人那個 他就說你不用避人 就上那個地方去 要到另外一個程度 你不要待在清淨法中 要離於自信的 你就是你 這個看起來好像都不對的 你不要 因為我們都是 大家都要往清淨法去 他都不 就是 要離於清淨法 要這樣的話 你這樣 離於必盡 那個 必盡 那個 禁的那個清淨法 下面那是另外 不知道 不求自信的清淨心 不求清淨禪 你雖然正的 我下面講 這個嚴格講 是另外一句的 你雖然正的 無真三昧 根本禪定 世無量心 無真等定 但是 你見這種程度的話 一切眾生 在無量節中 大家拿眼睛 大家拿眼睛 大家拿到這種定義 不是只有你能夠達到這種定義 不是只有你 大家都有這樣 所以這些人的話 是有見貨跟施貨 這見施 見施殺利的話 是 見的話你給他打一個鈍號 見的話就見貨 那施的話就施貨 殺利就是 那施殺利是怎樣 就不是好的東西 就像我們眼睛創的一樣 那你就是有見貨 有施貨 那個有還存在 你如果修學小聖道 那些給你布施的人 不一定能夠得到 你自己收小聖喔 你如果說鼓收小聖 就幫你報施的人 他們不一定能夠 知乎良田 知乎良田 那些供養你的人 因此不信大聖的話 或會生毀棒 將有 下面這句話 歷來 解釋上有不同的解釋 有不同的解釋 那個地方 就是 將會有墮入三二道的危險 在墮入三二道的話 那規姬法師是在講喔 他不是因為人家 施給你食物 你才得 墮入三二道 是因為人家 施給你食物 他得到聖道的時候 能夠墮到惡區裡面去化骨眾生 因為的話 如果講說 施給你食物的話 還墮到三二道 那你很無人會把你施食了 就所以的話 那規姬法師的話 他很聰明 那規姬法師是跟著玄奘法師 易進民進 所以在規姬法師 在住這段的時候 他不是說 因為施食給你的話 他墮到三二道 是因為施食給你 他有得到 他可能不是得到很大的那個功德 變成福德 福德的話 他修到一定進階的時候 他可能會到 就可以他不墮惡區 他可以得到聖道 能墮到惡區裡面 就說 這個地方去化骨眾生 是這句話 不是由於不思的緣故 而成大罪 墮惡道 他因為他怕人家讀那一句的時候 有不好的那個 換句話 弄錯了 所以規姬法師 就做這樣的解釋 為與眾謀共一守 做諸勞理 為什麼呢 因為為與眾謀 聚不見活性 然後共同起生死夜 智德大師也怕你 也做這樣的註解 他說聚不見活性 起生死夜 沒有不輸 就沒有差別 顧云一守 大家都一樣 規姬法師這樣講 做諸勞理 做諸生死 取勞的伴侶 非出事有 他就是都不是要求超出六道輪迴 只在做世間的這些事情 不高的 不高的 你與眾謀 以及那些為民力奔波的人 全沒有差別 那二聖人的話 自免生死 就是你的話 如果只有自己制度的話 自己可以免造生死輪迴 但一切眾生 你不能加以拔跡 然後有怨對的心 甚而使他們有棒活 悔法 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你要不入眾事 你要有這種胸襟跟抱怨 你就是不能入於生前行列 你也要那個 或者你這樣一 沒有進入聖賢的之術 終不得涅槃 常樂我盡 立愛有這種胸懷 上面那個人家布施給你 你要給他做大福田 這下人家布施給你的時候 你這個等一下我給你講白話 你要有說我為了要報答他 我下到地域裡面去 我不做聖賢 我什麼的話我都可以回報 要有這種心 不入眾事 不入眾事 不能入於那個生邪的行列 或者不能入聖賢的行列 因為不能入聖賢 所以你就重不得常活 這句話在後面 還會再做一個解釋 所以你不要緊張這句話 所以如果你能夠跟眾生 融合成一片 不畏犧牲 這樣你怎麼也能取這個犯 那這也是很難的 你取到好的話 當然跟親近話 如果取到那個不好的 你還要不畏的話 那就一個非常難的 所以不入眾事是很難的 下面 149 就是做一個結論 須埔迪迪 訴說他過去跟維摩傑 所一段姻緣之後 凱探的說 世尊啊 當時我聽了這些話 心頭一片茫然 不是其所言 正義 不知道他維摩傑教我的正義 是在哪個地方 也不知道應該怎麼來回答他 當我進退兩難 兩難的時候 迷悶失措 便放下飯 正要轉身 離開 他給一個飯 維摩傑已經把飯 都給他 撥上 都給他 要給他 他現在不敢退 轉身要離開 這樣的話是 陪樂夫人 又折兵 一個 寶去化 化了寶不退都回來了 不敢退都回來了 就緊緊要離開 他現在不知道怎麼回答 緊緊要離開 等於是連自己的寶都掉了 這個時候 維摩傑又這樣說 寶貝仔滿家照 滿家照 把飯包拿起來 你不能 你把飯都沒拿到 就把飯都沒拿到 你把現在把你的飯拿起來 不要過於金句 你的意思是怎麼樣呢 如來以神通所做的化人 假如以我剛剛所說的話 來問他的時候 那化式的話就空 因為那個是化人 他知道這時候 一萬事都是 都自信空的 所以化式的話 就是那個都是空的 你既然是解空的 因為虛武梨是解空的 難道會還有恐懼嗎 虛武梨就 剛剛他就說 我當時回答他不會的 維摩傑就講 下面就講一切 那個要離諸文字 那這個跟這邊是比較沒有關係 一切諸法都像幻話的假象 你現在不應該有所畏懼的呀 為什麼 一切的語言文字都離不開 幻話像的 一切以正道德國的智者 也不會執著在語言文字上 所以的話 都無所畏懼 為什麼呢 因為語言文字 沒有自信 都是空性 沒有語言文字的實體 了物語言文字 空無自信 遠離文字相的話 文字言語相 就能得到解脫 解脫相 就是諸法的本來面目實相 下面這段 跟商苗像也連不住 那沒有 不太在關係 你看他 因為維摩傑換到150 因為維摩傑講了這些話之後 當時有兩百位天人 因而正德 滑眼清淨 所以 因為這樣的話 他我都聽不清楚的話 我都想逃離開 我現在怎麼能夠去看他的病呢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下面就介紹 須捕迪 須捕迪 須捕迪是古印度社會國人 婆羅門總姓 父親的話是 九流藏者 家財萬貫 晚年得子 須捕迪誕生的當天的話 家中的財寶 忽然不見了 過沒幾日 又通通都跑出來 所以相思說 這是大吉大利的 顯示張德子 不會為世間的名利所束縛 於是的話 他的父親就為他取名字叫須捕迪 意思就是善現 就是好的 善就好的表現 善極是最終會有好的吉利 又因為這樣出生的時候 顯現空相 所以又生空生 所以一般須捕迪是空生 講空的道理他是第一的 所以金剛經裡面 金剛經一般人為什麼會講他空經 因為金剛經是以須捕迪為主要的論對對像 所以為什麼一般人會講 金剛經是空經 因為是以西伯迪為代表 所以他是空生 又是善現 又是善極 西伯迪自由就很聰慧 善性您粗暴 動輒惡罵 令人厭煩 直到欲見佛 那個明白稱慧的苦暴 痛改前非 禮拜佛陀 然後就開始出家 那個就專家殺為生侶 有一天 那個就是佛陀突然不再生團 就到道立天去為他母親講謊 或者怎樣的說法的時候 突然不見生團 弟子片群不到 阿納律的話 就用天眼 因為天眼第一的 就用天眼去觀察 得知佛在道立天為他的母親說法 當佛要回到人間的時候 大家都講了這樣 然後第一個見到佛 那當然西伯迪當時的話 就在靈鳩山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準備也一起跟大家去迎接佛 但是他深入一想的話 佛的真身不是六根可以看見的 如果去迎接 只是迎接一個肉 迎接那個那個那個 他的一個像而已 看到佛的法身 把佛的法身當作肉體 不按空性 不按諸法空性的話 看不到佛的法身 於是他改變初衷 他就在那個地方打殘坐 入定然後去見佛 去見佛 但是有一個女泥的話 就蓮花色比丘尼 他因為為了想趕快要見到佛 他自己的話就變化 因為他修行很高了 就變化化現為作轉輪聖王 因為轉輪聖王的話就排在 因為當時的話 你看出家人是有規矩的 男在前女在後 他化為轉輪聖王的時候 就在生泥的前頭 你看這個當時有這樣的規矩 轉輪聖王就排在前頭 搶在大眾之前的話 先看到佛 但佛對他講 不是你第一個來看我 敘伏迪已經來看過我了 敘伏迪不著相 所以先贏佛的法身 敘伏迪的生活與心境 甜淡自在 時沉浸在空的境界 常常會被視尊誤會 說他整天都是像癡呆的人一樣 因為空性嘛 他說他好像癡呆一樣 心境的人文言的話 為他不平會加以反駁 敘伏迪感激他們 說修道的人要將那個激槽 毀謗的話 逆境謀老的都看作是駐道的真上因緣 以此消除業障 再說諸法空性 無我無人 平等一向 變白和真論與真理是相違背的 那敘伏迪 那個他通達空性 被譯為解空第一 能隨順世間 行大忍路 無腦無真 佛陀在金剛火焰上 稱讚他是無真三昧 人中最為第一 是第一離譽阿羅漢 所以的話 排在那個金剛精的第九品 那就四項裡面 排在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第四項 他就得到聖位 那個整個裡面 剛剛那個不入縱樹 給他做一個簡單 他就這樣講 就把這一節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濃縮這樣 活了聖文弟子 敘伏迪 慈悲給眾生之福 在次第期的 借歸為利的時候 他專畫大富人家 簡單就跟他講 他只畫富人 他不畫貧窮的人 有一回 敘伏迪依照慣例 到長者維摩傑家去取食 因為長者維摩傑是富人 富人有錢人的代表 維摩傑 維摩大士 將化波 剩滿了飯菜 卻沒有馬上遞解他 對他說 應該慈悲觀行 不為平等刑期 並告訴他 垂似的話 竟指示他 你跟眾謀集諸成老 就煩惱的話 你跟謀 跟所有的煩惱 等無有益 都沒有差別 都能夠 你能夠跟謀一樣 以眾謀做勞旅嘛 然後的話 你能夠入到這個成老裡面去 跟煩惱 不離煩惱 與一切眾生 與一切眾生 而有怨心 如果有怨心的時候 棒諸火會 回一煩 不入縱樹 終不得滅渡 你能夠如這樣的話 乃可取食 一極 你能夠了知 活摩不二 你就不能在地 你一直要去清淨裡面 你清淨還要丟掉 你要到某的那個地方 所以他 這句話 重點的意思就是 你要活摩不二 懶淨不二 你不用在地 分清淨的 那個肮脏的 這是淨業 活摩 你不要做這樣分 你就 也不一定要把淨的 他裡面是跟人講 淨的要拋到 要弄到 弄到斜那邊去 換句話講 再更高一層的話 都是你都不要分 活摩不二 懶淨不二 你不要特別 特別一定到哪邊去 你要不惜犧牲 你要做這樣的話 你不惜犧牲 就是即使 你被品足在申訴 不能入申烈 沒有辦法得到正果 也在手不及 這樣的話 你就有這樣犧牲 精神 你就會來拿這個 這種 所以後面的結語 是在這個 重點在哪個地方 活摩一粒飯 大如虛弥山 今生不了道 披毛 戴腳環 人家 貢獻給你 人家事實給你是什麼 事實給你 剛剛在大家社裡面 事實的意義有三個 其中一個的話 就是因為你要辦到 你沒有時間 要跟人家事實 現在人家這樣給你 你又辦到不成功 所以你要是 為什麼 你要披毛 披毛就做金錢 戴腳環就是 那個你 你已經要在 身在人道的下面了 你精神如果 人家的私給你 就是要你去辦到 結果你沒有辦到 你沒有成功亂 所以今生不了道 你的話 披毛 戴腳環 換句話講 所以人家 你要很珍惜 在家修行人 要知恩感恩 莫忘圖報 犧牲奉獻 才能成就大那個 那這個地方 我們就給大家做 上節已經開始 我跟各位講 你在看這六節 這一節的時候 你把那個 深入一下 把那個六個外道師 三個義 你給他去比一比 你就知道 你不要被名相所酌 你如果要把名相 那個六個外道師 你一定要把他弄 花好多時間 那個地方你看 那個三的人 關於都 這三的人 都是大師 以前 做多那個 但六位大師 這兩位 你給他看 看他們安全花你 你就知道 所以你拜佛的人 不管你拜八佛 什麼佛的話 那你如果一直堅持的 那個地方 那個是一個法師 他所義的名相 是在這個地方 那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把四位 後面的話 十位我都會做比較 今天我就把四個 做一個比較 第一個的話 它是 第一個是 下面是禁禪嘛 對不對 今天剛好有一點時間 像上面的話 他告訴你 唯摩訣告訴你 禁禪是不能停在那個地方 你要弄到洞禪來 OK 這個禁禪洞 這是設立符 第二個的話 他跟他講什麼 跟他講那個 第二個 他是 第二個是一個神通很好的 神通很好的 神通話 我跟各位講 我們大家都是講那個神通 都是最有意 講起來大家都嘻嘻哈的 好像那個講的 大家都都已經認進去 所以他在講法的時候 那個目尖連講法的時候 告訴他 只有那個 你不要一直都是講法相 尤其的話 你不要多 神通是幫助你 但是的話 但是它不是目標 從法一定要入到性裡面 換句話講 你一般的法連起來就是法性 中間有很多很多很難的字詞 在那個地方 一定目標 他藉著法入性 這個是在這個地方 那今天的話 這是前面一二節 今天第三節 第三節是在講大家瑟 大家瑟的話 他是 這個人他是 他是起貧 他不起負 他是起貧 他不起負 他告訴他什麼呢 當然他告訴他次第起 他次第起 他對起的話 他有三個解釋 有沒有 你看看這三個解釋 怎麼起 怎麼起 告訴他 他說你為 第一個 你為起的話 就是為絆道 第二個就是 因為要改變你那個 那個 用糰食去改 那個 用糰食 還有另外一個 他對起的話 他有特別 特別的話 特別的解釋 三個 第三個是要給人家做大福田 他有這三個意義 那是尚且所談的 只有這樣嗎 不是喔 那最重要 你不能停在這個地方 你的觀念要往上去 要做大福田 什麼是大福田 我們不是講過嗎 人家給你一個 你要把他 畫大 人家說這樣 洗洗東西給你 你要把他的功勞 要把他畫得很大 人家只講給你 你就這樣講給佛 我接受你的 但是這心意的話 等於是你講給我 我還給你去講佛 講很多的 你的功勞就大起來了 人家就一天一天 你給他做大福田 把那個 要把它做大 你不能把它做小 這樣一般你就這樣 等於是共一個人 你等於是 共諸佛菩薩都在一起共 你才做大福田 現在這個 這個起婦的人 他跟他講什麼 當然他也是要他赤地起 但是他跟他講 不入種樹 這剛好是 不入種樹 就說 你要有犧牲的精神 人給你 你不然你就要 就是那個 剛剛那個 那個結語的一樣 人給你 你就要讓人 這樣比人家大 你要回報他的功德 這個一個是 兩個看法 事實上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人家給你那個小小東西 你要給他種很大的福田 然後能夠犧牲 為他犧牲 做很多事 那是不容易的 你會問老師說 現在這樣 我們現在也沒有 我們現在也沒有 要去吃 我們也沒有人去 這些講 講這兩個跟我們 不太一樣 但是你要知道 你把那個 從一個另外 你把觀念轉回來 好像我們現在都不起司 對不對 但是你看看 我們哪個東西 是自己生產的 我們自己生產的東西 是很少的 都是靠大家那個 你把那個起司觀念 你把它改變一下 改變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都 用固有模式在看 因為我有錢 所以我什麼東西都有 你只要跑到 沒錢的地方去 是以物易物呢 哪些東西是比較貴 哪些東西是很難講的呢 那是個人的那個價值 所以我們現在 因為活在這個價值裡面 我們常常這樣去看 那個東西我們的話 你生產什麼東西 貴賤的話 是我們現在是自己 用一個比較 另外一個自己 進步到一定階 就這樣 你如果回到原始 不這樣看喔 人家都是你 人家都是 所以小孩的話 那個小孩的微笑 也是布施喔 你小孩一微笑 那也是布施 那個你都 所以布施 但是你要把它化為 要把它括得很大 不要講布施 就拿東西給你 所以對於任何的話 人家給你的那個 任何的話 都要有感恩的心 你不是人家都用金錢 都用金錢 所以的話 這個的話就是感恩 要有感恩的心 不能在想 我們錢多少給人 你總是對於任何東西 接觸到那些東西 來源那些 我們都要心存感恩 沒有一個沒有感恩的人 他的價值觀很難 要有感恩的心 樣樣不要覺得是 我有這樣對待 哪些錢過去 要知道來源的不易 什麼的不易 樣樣都是心存感恩 人家給你一點點 那你就要把它記在身心裡面 你沒有感恩的心 人家給你那麼多 你可能覺得他應該給你的 你都老覺得 所以你老是心裡不會平衡 你老覺得人家虧欠你 你如果一直心存的感恩的心 那你就活得會活得很好 你沒有存了感恩的心 就這個也虧欠你 爸爸也虧欠你 兄弟也虧欠你 兒子大家都虧欠你 沒有一個人不虧欠你 那如果你心存了感恩的心 哎呦 爸爸媽媽 他很困難 他供給我們什麼 供給我們什麼 人家讓給我們什麼 那你又活得 你這一生會活得比較 如果老認為自己 這個也分 那個也沒有給你什麼 該得到也沒有什麼得到 你人生的話會沒有 這個在談感恩 這個在講圖報 你如果這樣去看你問題 那個不入種樹就是為 就是自己在不在 不在聖賢行列 出家人的目標是什麼 當然要做聖賢 現在不在聖賢行列 我也沒有關係 不入種樹 這些種有 因為有的法師 他們出家人翻的 為什麼種他一定要翻成聖 有一個法師就硬人 因為在他們出家人 聖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入種樹 不入聖人的行列 聖就是聖 嚴格講不入種樹 你把它講種樹也對 就是那一般人 就是你被排斥到外面去 那等於是你更下去了 你就不怕 你根本都不會畏懼 沒有關係 我對大家犧牲都沒有關係 我不會畏自己那個東西 你就是圖報人家 人家 所以人家說你洗什麼 你就這樣給了 因為你對人的好處 一心就是要圖報人家 你讀這兩節的時候 你才會有收穫 要不然你一直在講 他在起食要平等起 不管平等起什麼起 對我們都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 真正靠 真能靠起食 真正靠起食過活的 大概東南亞有那個 現在的話 有人去把它拍 那個人家後來 後來有提醒 因為很難得 在小盛國家裡面 還保留那種制度 他早上一起來的時候 就有一對聖人的話 就照著那個 那個是釋迦摩尼我在的時候 就按照隊伍這樣去 人家覺得很好玩 就給他拍 因為你人家的自然生活 不要去給人家破壞 所以我常常講 我們現在台灣有錢 我靠到了六祖 六祖的禪寺 就是大禹嶺 南華寺 到了南華寺 我跟各位講 你要怎麼看 我到南華寺去 我是非常難過的 你去南華寺的時候 六祖的主庭 南華寺的話 你知道人家本來有一個山門 是很漂亮的 就古異昂朗的那個山門 現在去絕對沒有 因為台灣人有錢 就跟他說 你這樣不好看 流你我 這樣不好看 再問這樣 謝謝 入一個問 不好看 現在都這樣 因為這樣 這樣去 油浪車 停在那裡不好洗 都把車拆掉 都這樣做一個 這樣才有 我們做一個比較大的 排房 這樣才有 火光 那個這樣 大山門這樣進去 那根本 裡面是 是古叉 那外面的話 是做成一個這樣的 那就 那等於是什麼 內閣的有錢人 那個整個是不搭 不搭的 你所以看著哪個問題 你要怎麼弄那些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 這兩節你這樣讀 事實上到後面 我十個會做一集 這已經四聖囉 四個那個聖 我們現在要進入第五個 不然你一直把它當作 當作這個起食 這兩節讀來讀去 對你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 起食 因為我們也不會去起食 你要把起食的觀念 要畫一下 所有東西 因為我們就活在 人就是麻煩在哪個 四字會 四字會把你綁著 你修活修不會成功 最後會變成障礙 就這樣 認為我們現在 我就用現在的這樣去看 用現在的那個東西 用金錢 那如果你跳脫 四字在看這些東西 起食的觀念的話 就大多了 起食的觀念 你就會 才能夠把這個突破 我現在講 不知道你能不能提問 你到哪一天 你要更進一步 去看這種問題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 這四節 我就給各位 大概 就做一個這樣的 一個歸納 那現在我要進入第五節 第五節的話 觀心說法 來 那個比較那些 我就不比喔 你自己去看喔 好 第五節觀心說法 請你看153頁 153 153 那個第二行 那個玄戰法師 我們等一下會有兩個屁域 但是玄戰法師 他的屁域比較多 你從那個地方喔 把它勾起來 第一行的尾巴 一個字 玉行大道莫氏小徑 這個地方開始把它勾 玉行大道莫氏小徑 無以日光等比營火 日光叫營火壁 無以大海那 那個是那 那那與牛姬 那個內是那 那那的 跟那是通的 無以大海那與牛姬 無以廟高山 廟高山王 廟高山是最高的山 那與戒指 戒指就是這樣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蟹蟹肉那種 就像你吃那種的 那種的戒指 無以大獅子吼 同野甘名 野甘就是 野獸的名字 好像狐狐狸 又好像狗 沒關係 他就是一種野獸的名字 那個玄戰法師 辟語的話 會比較多 因為他這個原文裡面 只有兩個 兩個 好請你翻開 不是 現在要解釋 看一百五十三的幾下注釋 庫羅納阿彌多羅 看注釋囉 庫羅納阿彌多羅女子 簡稱庫羅納 亦為滿池子 活了十大地子 說法第一 等一下會說他 一百五十四 琉璃就是 寶物喔 琉璃寶物 他就常常被譯為七寶之一 水晶喔 水晶 水晶 琉璃為什麼 弄在一起 水晶就比較便宜的東西 水晶比較便宜的東西 上面沒有關係 水晶可以做眼鏡阿 燈器阿 印章 杯子阿 但是琉璃就很貴 水晶跟琉璃的話同類 但質地的話印度野獵都不同 價值有天壤之別 所以水晶至於牛里 就只有一個是魚木 一個是寶珠 這兩個不同 小聖 法門的話沒有所謂大聖小聖 大聖就是以發力他 普敵心為修持的 並以成為為目的的 小聖就是著重在自己的修持 然後以自己能夠解脫 那個是古地就是目的 瘡就是比較重的病喔 這裡面講瘡是比較重的病 皮膚上腫起會潰爛等病的總稱 瘡就是 不是那個 瘡於牛雞 那個字是瘡 瘡 牛雞就是牛的提映 瘡於牛雞就說 你要容納在牛的提映裡面 大海瘡的牛雞 海這麼大 怎麼在牛的雞 牛為什麼講牛雞 因為無當嘛 所以瘡下去都會這樣 阿不是那種 就是說 海水要放在那裡 怎麼放在那裡 宿命的話 前世的生命 活為世人 於過去世皆有生命 或為天人 或為人類 或為畜生 輾轉輪迴 為之宿命 能知宿命的人 叫宿命通 或然的話 或然就是開通 覺悟 暢達的樣子 直重德本 功德能生善果 故稱德本 所以功德就是能生善果 所以稱為德本 直重德本的話 就無時無刻的 激功累德 激了眾多的功德 不退轉 不退轉這句是 一般來講在修我很重要的 不退轉就是不退師 退師守修症 轉化其位帝 回轉退墮 不退轉就是守修的功德 上根不退師不轉變 不退轉應該一般來講 最嚴格的就踩到八帝 我常常談 到八帝才不對轉 其他的話都會退轉 這是比較嚴格的 人根的話 人的根性根源利頓 好 那現在我們就看那個 前面都一樣喔 你看看我們154的底下讀者 我聽了社利福 木間等等 差不多我們四位過去 現在要說第五位 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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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轉 說法第一的 富羅那彌多羅尼子 富羅那彌多尼子 等一下 沒有關係 你去維摩節的住所 探望他的病吧 你看他回答也都一樣 富羅那彌白佛說 世尊啊我也不能生人 頭上四位的書 什麼都都不當機啊 我也不能進見維摩節 然後去問問他 他疾病的那個任務 為什麼呢 現在還要講他的故事 這個是這一篇 是比較容易容易懂的 因為這篇的結論 在後面是清楚的 尤其玄奘法是義的話 你在讀維摩節 應該有人出家的人說 他讀那個東西 總認為那個 在這篇的話 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這篇 尤其玄奘法 是在義這邊的時候 是義得很清楚 義得很清楚 好 千里一五五 也是勾一樣 一五的倒數 一二三 倒數第四行 欲行大道 莫是小盡 他要走大盛道 你講的小小路 不可以 貌勢小盡 無以大海 那於牛雞 他這個是這樣歡迎 無以日光 整筆營火 不能講 日光叫營火 從兩個這樣對 來下面看下面 我回憶過去 有一回 我於廣大的林中 在一棵枝葉茂密的樹下 為新出家的比丘們說法 微摩節就正腳出現 他對我說 你應該先入定 觀察這些 觀察這些 觀察此樹 新出家比丘的根基 然後才能對他們說法 要不然的話 否則 你沒有看到他們的根基 就這樣跟他們說法的話 會失誤的 會有差跡之過 會有失誤的危險 千萬不要把污秽的石戶 放在金波寶器裡面 寶器裡面 你千萬不要用小聖法 去教化大聖基 你這些出家的人 可能人有大聖根基的 你在說小聖法 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會晤的話 就遇小聖法 就只有喜歡殘月 寶器的話 就遇普離心 你應該了知 這些新出家的比丘們 他們心之首念 千萬不要把珍貴的流離 當作普通的水晶 你千萬不要把大聖基 這些有根基的人 當作是大家都是小氣的 都是頓根的人 念的話 就是念術習音 你如果還不能了解 眾生的根性跟差別 就不要妄置 用小聖法來去引導他們 就好比身上 只有長個小農包 你不是長毒倉 但是你因為長毒倉的時候 造這個綜藝的就是要刮 要把那個刮掉 小農包沒有 小農包一一一就不可以 所以瘡跟小農包不一樣 他就說 他現在這個不是 所以不要刮損 以免造成很大的傷害 對於想要修行 普提大道的人 你不要用 只有告訴他 叫他去走那小路 他要走大路 你叫他去小聖道 你這樣誤導他 你不要想將大海 納在牛蹄裡面 牛蹄印中 這樣如行大 心要修小行 他有大 想要成活的心 你就叫他做惡色能就好 這樣的話 你會把它減損的 你不要把明亮的 那個明亮橫長的日光 視同那些 只有那個微光閃爍的營火 他們這些可能都是像日光 可以像太陽這樣的光 都能夠成就這樣 你自己要做營火蟲 這樣不行的 如將大聖 無座四地 這個是 那個是 治爾大師的那個解法 你向他大聖 無座四地一切智 比座那個小聖 有座的是一切智 一切種智 比座那個有座 小聖有座的四地 一切智 一個是有座 一個是無座 一個是一切種智 富羅那在場的心學比丘 久遠以前都已經 我在看我看的話 他們都已經花大盛心了 只是輪迴過程的話 因為隔音之彌 那麽佛香一喝下去 前世的忘光光 只有八地以上的菩薩章 一下會一下過 但是八地菩薩很快的就會回復回來 遺忘的原意 雖忘但是不失 只能不加體察 靜就直接認為他們是 都是學小聖的那個 用小聖我來教導他 我觀察這些小 我觀察 我自己認為 以我維摩節看的話 那個小聖根氣的話 那個是智慧是微微小顯薄的 就好像盲人一樣 這是不大家在大菩薩這裡 這不大家在學習的 不能分別一切眾生 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氣的立頓 這下面就不用看 下面的話 因為他講這些話 當時維摩節就講完這些話 到底這些人是大根氣還是小根氣 維摩節當時就錄了三妹 在定中的話 加批 他現在是要提示這些新學的比丘 叫他們自己去追尋過去式的種種 因為他的加批的結果 現在這樣 你看喔 在定中加批 加批的結果 在這個地方的那個新學 新書家的那個比丘 有的人發現他過去 過去那個多生累世走的是大聖的路線 曾經親近過 曾經親近供養過五百尊 五百尊活 種下許多那個善根 又把功德回向無上正冷正覺之路 換句話講他都大根氣 這等新學比丘 當下就他們這些人 因為維摩節給他加持 他們發現他們過去生中的這些行情的時候 這些比丘當下就豁然開悟 揮悟他本來的那無上道心 維摩節這一點的話 這些新學的比丘 自感的話 自感入道恩重 就是他改變他們的修情的話 所以這個恩是很大的 碎身難報 於是在維摩節足前的話 就叩頭頂禮 叩頭頂禮的話 這是小聖比丘界的話 出家人不能跟居士頂禮 大聖是沒有這個界律 小聖的話是不可以 大聖的話是可以的 這個是 所以他們這些人的話 他就跟維摩節頂禮 因為維摩節所視線的是一個居士 這些出家人 因為信學比丘 出家人的話就跟他頂禮 這是違背小聖法 當然不違背大聖法 好下面就做結論了 此時維摩節的話 即位他們說大聖法要 因為現在都看到他的根器 他們的話曾經供養過五百尊佛 種下那些那樣的那個整個裡面 都有善根 都有那個整個都 有那執中德本嘛 然後 此時維摩節即位他們 他們說大聖法要 他們於無上正等正絕的大道上 就不再退轉了 我念聖文聖 我自己的話 他現在是你說他自己嘛 說我是婦羅蘭 迷多人 他說我念 我是聖文聖的治療漢 沒有辦法像諸侯一樣 跟諸侯大菩薩一樣 常處在 這不是我們講過嗎 第一個那個禁禪跟凍禪 因為的話 這個婦羅蘭迷多女子的話 他是小聖人 所以他在禁禪 他只有在打 打坐的時候才是能夠 經過打坐這樣 知道他贏了 贏了那個根器 這個維摩節 因為他是大士 他是菩薩 他是凍禪的 他行住坐臥 他根本都不需要打定 直接一看他就知道 贏了那個根器在哪個地方 他只是為了 要這些心血比丘 能夠回覆到 知道他們過去 所以再給他們定鐘 給他們駕匹 如果他自己在維摩節本身 並不需要這種動作的 並不需要這種動作的 所以的話 認為大菩薩 那是橫腸處在定鐘 一根本清楚坐臥一輪的定鐘 無需坐意 就能夠觀察眾生的根器 這是參考宣戰法師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講 宣戰法師 這個地方就翻得很清楚 實不應該輕碩的說法 所以居是一般講法 是要很慎重 如果法郎上哪個是尬根器 哪個小根器的話 如果都是用小聖法在講的話 這是有危險的 實不應該輕碩的說 所以我不能承認靜見維摩節 我問疾病就這樣 所以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你要先看眾生的根器 大聖的人要講大聖法 小聖的人要講小聖法 因為居士的話 就只有在小 你這個蘇吾溝 在學小聖法 因為你的程度的話 只有定鐘才可以看 動鐘裡你看不到 只有那個菩薩動鐘可以看得到 所以不論眾生 那個動鐘的菩薩 他一看的話 就知道哪個是應該 應該跟他說小聖法大聖法 就他是清楚的 他就跟他講這些東西 好 那蘇瓦第一的婦羅娜 這邊有一個故事 介紹婦羅娜 婦羅娜彌多羅女子 他是古印度 加比羅衛國人 父親的話 是婦羅娜 婦羅娜 所以婦羅娜 是他父親的名字 禁煥王的國師 譯為滿 彌多羅女子 是他母親的名字 譯為慈 所以的話他合起來 婦羅娜彌多羅女子 有的時候 分為滿慈之子 這樣你看有沒有 一個父親的名字 換起來就滿慈之子 簡稱婦羅娜 他跟活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因為燕離城市 入山學道 活成道之後 就追隨活頭 政務就到各地去返法 有一次 他是說法第一 有一次 婦羅娜 準備到民風很兇悍的地方去 那個百姓是出筆的 就真粗 真麻人的地方 那個叫做蘇盧那 去傳法 師尊就對他講 你熱心去傳法 如果居民排懼你 你有什麼看法 排懼的時候 哪 婦羅娜回答說 如果他們不聽活法 我不會失望 因為他們沒有取笑我 我要感謝他們 底下就是兩個對答 就把那兩個對答的 那個稍微省略 我這樣感謝他們 佛又繼續問 如果他們取笑你 你會怎麼樣呢 他沒有傾笑我 我就要感謝他們 他們只是 如果被傾笑 只有傾笑的話 我要感謝他們 沒有罵我 如果 釋迦摩六又問他 如果人家罵你的時候 你這樣怎麼辦呢 如果他們罵我的時候 我要感恩他們 他們沒有用那木杖 瓦石來打我 指我 棒子來打我 那石頭瓦片來指我 我要感謝他們 如果他們 照你講的 他們用棒子打你 用石頭 石頭來投資你的話 你這樣如何呢 我會感謝他們 沒有用刀來威脅我 給他砍傷我 如果 如果 如果用刀砍傷你 你怎樣 我感謝他們 不殺之恩 因果砍傷我 沒有把我殺 師尊問 如果我殺你的話 你要怎麼樣 他就回答 為法犧牲 死無憾 在地摸 在地摸 把那個主詞都刪掉 呼羅那到那個 到那個蘇如那傳法的時候 不僅收了五百位弟子 才見了很多的寺院 呼羅那先講佛法 易揚頓挫穿插故事 又會說又會唱 又會說又會唱 所以的話 很能夠打動人家的心 以德佛說法傳教的三昧 無論方便說法 那個因病語耀 那個關機鬥教 四縣圓龍 第一義地等等 他都發揮了淋漓盡致 所以世尊在法華經這樣誇讚他 那個 在法華經上這樣誇讚他 請請父子祝先我法 能於視眾聚足解釋 活的正法 而大勞役同犯行者 自捨如來 如來以外的話 沒有人 無人盡其言論之變 除了如來之外 因為他是 內身已經是大菩薩 外線的話是生文 所以的話他已經到達菩薩的境界 他只是為了度化這些人 所以的話他獻了跟他們 這叫同才之教 同才之教 所以的話 自捨如來之外 除了如來之外 沒有人能比言論 能夠言論 勝變過他 又說 傅羅娜他是在七我之中 說法人第一 而得第一 於盡我所說法人中 亦為第一 所以他說法的話是很高的 境界是很高的 世尊更佔取 傅羅娜內密菩薩行 外線是生文 所以他已經到達菩薩的 而且是很高的菩薩 很會說法 外表上他是生文 掃欲驗生死 十字盡佛土 勢眾有三獨 右線斜見下 你看他的話就到 這是同才喔 異級 傅羅娜內心密藏者菩薩行 事實上他到那種境界 但是外面表象的 他就說我沒有寒 我沒有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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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外面自己不敢 自己都在這樣 所以意弊喪上就是這樣 真有錢 自己的外面穿到這樣 他的境界是不止價 外線只有生文的下 為了隨身眾生 還試見自己是他又有貪身吃 因為菩薩就沒有貪身吃 他現在是理性人 所以他還有貪身吃 然後他就那個 偶爾還會著於那個邪見 亦同道價商 這個不是道價商 但是亦同價 更開啟那個同才 那個是才 所以同輩 同才的同事 同才施教的先進 同事或同輩同學 那個才子 那這一節的話 我們把它 把它那個 稍微簡單一下 有一回婦羅娜在靈述中 為諸心血比丘說法 這個時候 維摩節突然出現 對他說 應當錄定 觀察這些 心出家比丘的根基 然後才對他們說法 不見根基的話 你就慢為說法的話 會有差跡之 你可能會那種的死亡 並告誡他 欲行大道 末世小盡 無以大海 哪有牛肌 一極的話 因觀基說法 大根基的人 你要跟他說大聖法 小根基的人 才跟他說小聖法 結果絕對 就不要弄錯的 小根基的人 你跟他說大聖法 他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可能會回法 辦法不好 大根基的人 你跟他說小聖法 那等於那也不好 等於兩個都 呼羅那自信 自圓 諸佛大菩薩 你看他知道 他說諸佛大菩薩 行住坐臥皆常在定 所以能隨時隨地掌握記憶 我就是只有小聖人 所以經過圍摩戒 這樣一點的話 因為大菩薩 才能夠做到圍摩戒 那種境界 我是身為人 因為常在定 必須要定的時候 都要坐下來 那一坐下來的時候 能夠說法嗎 一坐的時候 你去兵就不能說法了 所以他就兩難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 諸佛常在定 尤其刻無困難 只能關機說法 這表現的 這一節的話 跟前面講起來 他講的就比較容易了解 就是一 他定跟那個說法 是兩件事情 在維摩戒 講起來 兩個是可以同一件事情 兩個是不相同的 好 那這樣的話 這經文我就跟 今天看看能不能再說一節 這樣的話 跑六七 今天想要講到第七 講到第七節 這是第一節 因為我一般學期的人 大概有四個詩 我們四個叫大家 我們一起來 共同勉勵的 我們大概 或詩之多 或詩之多 或詩之垮 或詩之意 或詩之子 前面都一樣 或詩之多 是什麼呢 我們學有四個詩 必須我們自己要很注意的 或詩之多 或詩之寡 或 這是我們的弊病 可能是多 或詩之寡 或詩之意 或詩之子 多是什麼 然後我們的個性就 貪多物德 細大不堅 樣樣都要 所以最好大章經裡面 手通通把它讀起來 所以密教你也要學 顯教你也要學 人家在那邊 念咒你也很好 打餐 通通都好 又詩之多 也沒有一個禁的 有沒有 第一個 或詩之寡 認為這樣就夠了 通通都不要 那就是那個 整個裡面 第一個或詩之多 就孤陋寡文 緊底之外 自己這樣認為自己 就了不起 什麼的話 通通都弄了一點點 就這樣覺得 通通以為 就包括全部這樣 或詩之意 就因為 為什麼會詩之意 因為我們過求素孝 就簡簡單單的 就過求素孝 就希望能夠趕快那個東西 一看到那個東西 然後見譯詩籤 就是 這是我們 看著見 所以的話 等下這個好 兩天的話 等一下密教好 我們就去學兩天 跟密教好 有些人說閒教 還有兩天 兩天後就來兩天 做好 又改一下 就是趕快 我們那個東西 第四個就是 佛詩之寡 也是跟那個 詩之寡差不多 那個詩之寡的話 那跟那個重點不一樣 就是自己畫地自限 感覺我就這樣 就不會緊張過 這四孤 看看你們有沒有哪一個 自己的話 是貪多物德 或是感覺說 我已經保學制 都什麼都不用 都停掉 不然我就學這個 就好 春的都不用 不然就是 要快的 要有素孝的 四孤 真正的要 要有那個 人家科學家的話 窮其一生的實驗 不一定能夠成功一件 我們現在就要趕快 要有效果的 這樣所以 沒有效果的 我們就都沒有 那我們就來電 如果做學生這樣的話 就太容易了 所以這四個裡面 我願意跟各位 一起用經驗來分享 我四十五歲之後 大概我就知道 我很多東西都丟掉 我當時 以前的話 那個 人家要當點事 一天到晚就送很多 他的著作那些東西 所以我辦公室裡面 常常一個禮拜 一個月以後 我不會一個禮拜去 我常常用一個禮拜 一個月 一個月人家外面送的書 就很多 我們常常請秘書 就把我送去圖書館 因為不是我看的書 我不要看 就是說你自己知道 要哪個東西 所以我大概四十五歲之後 我就大概有 只要看十門 其他的那個 像我跟各位講 金剛精就一門 我講金剛精的話 金剛精只要有 跟金剛精三個 只有關係的 我都會把它換一換 換一換 所以 因為我 我換得很熟 所以我一本金剛精的話 大概我坐在那邊 站一下 我就可以把它換完 你寫多 因為寬相同的 我大概都知道 你拿從哪個地方 所以我不需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你 不管你是 你是醫生寫 當然出家人寫的是一個一個 不是出家人寫 理工醫農的話 手寫的 尤其科學家寫的 什麼的話 我都會換一換 看他們不同角度 在哪個地方 不出家人 怎麼看見不金剛精 所以我看的 是蠻多的 道家怎麼去解釋 人家一貫道 怎麼說 我都幾乎 所以我一貫 我的金剛精會比別人 大的很多 會比別人大的很多 你講一金剛精的話 你的話 最起碼你們 東煌烏烏烏的話 現在看哪個人 有去看東煌烏烏烏 金剛精的 東煌烏烏烏 我也都跑進去看 我的金剛精 就會比別人大 大得太多了 你怎麼看 你都是我的一個腳 而已 要這樣 要這樣呢 你不要漾漾什麼的 這就是第一個 所以 我退休的時候 第二部跟各位講 你如果早期看過 我的那個 早期的那個版本 早期的我有一個號 你現在的看不到 那已經被我拿掉 我早期的號 我號六威居士 所以我就是 一開始我就知道 從我退休那一天 開始要住金 我就知道 我是要住六部金 那個六部金的最後一個字 都是一個位 都是長位 所以六威居士 就是我要住六個位 後來為什麼 把我的號拿掉 因為我就變成 我就變成要七白石一樣 就變三魚 七白石最後有一個三魚 就魚 他自己的號 他認為這一生之外 他跑出三樣多的東西 你去看七白石那個字 就是那個畫家七白石 因為這個 我自己跟各位講過 我兩件事 我大概沒有那個 因為我自己的話 會多一部 我會住法言 那就已經不是六威了 所以我就把那個拿掉 現在六 我那個嚴格講 我法言是已經可以寫 但是因為我現在心不清清不能動 這是一個 但是還有別的原因 就是還沒有在那個地方 我不是跟各位談過嗎 因為一個法言 我如果再看的話 大概只有 還會再看一個魚傑斯蒂論 因為如果下院要到那個 那個多帥天去的時候 那個教主是彌勒菩薩 他就在講 那個魚傑斯蒂論裡面 就是他的那個東西 那你不看 你說你跑到那個地方 你要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那是要去修活的 那你什麼東西都沒有 你去到那裡 去到北斜的那裡 你要過著 等一下我會講 你要到多帥天 多帥天 多帥天的彌勒菩薩 他說魚傑斯蒂 那是他的法靶 你就去到那裡 所以一貫照 放到我的獎金鋼金 就滷滷滷滷 我說你們的彌勒菩薩獎金鋼金 是用八十行跡 你八十行跡就沒看 你會講 你會講 你的老師在講什麼 你這部西你都搞不清楚 你在那邊講東講西的 你這樣的話 他們會講整個裡面 既然講的那個 因為我前面的那個 無助菩薩 我跟各位談過 上次有沒有講那個 用三星的時候 舉過他的例子 有沒有 你記得嗎 你如果記得我再跟各位講一遍 這也沒有關鍵 因為無助菩薩是唯士學 是唯士學 因為那個就是 遇切施定的 唯士 唯士的開山之主 他是唯士學的開山之主 他的話 他是修行 他是在雞竹山 我這次就講 上次我就跟各位提一下 他是在雞竹山修 他就修彌勒菩薩大法 他一直很希望就看到彌勒菩薩 他修三年 都看不到彌勒菩薩 三年看不到彌勒菩薩 他就覺得他會修法 是修不到 所以就快要下山 下山的時候 你看一下阿婆 在那個鐵柱要磨成 這跟我們故事 沒成磨成磨成 跟他問那個老婆婆在做什麼 他說要磨成嗎 他覺得自己慚愧 人家的鐵柱都可以磨成真 如果我的話 人家都有橫心要磨成真 我就有三年看不到 我就想要下山了 所以自己又平常磨下去 因為人家鐵柱磨成秀花針 我這個橫心都比不上老婆婆 怎麼可以下山呢 自己又跑回去雞竹山 又過了三年 過了三年 他現在又下山下山 那天半毒的時候 看水落大後 落大後剛好從那個鹽 他看到一個鹽的那個滴水 那個水的話 按水按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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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那滴的話 剛好那個地方給他看到的是 那個水滴的話 把那個石頭 那不知道滴多久了 把石頭都滴穿下去 滴水就能夠穿石 那我這樣兩年看不到 我就想要去看 那這樣的話 我又不如那個 所以他又跑到 又回去雞竹山 又去生修去了 那這邊三年三年 那這邊比較花心 還有六年 那十二年 那十二年 他也是沒有 彌勒菩薩就一直沒有出現 他想說這一十一的一定方法不對 所以他十二年就蒼然的 就離開雞竹山 想說要用別的方法 看看能不能看到彌勒菩薩 結果他走到半路的時候 看到一條母狗 母狗病奄奄的 那上面給他 那個母狗的話 又髒又臭 長著居 等於之外又生瘡 是一個人家都不喜歡的 那個在那邊奄奄一息 結果他突然生起大 慈悲心 然後慈悲心是不夠的 然後他生起平等心 慈悲心就是他把那個 那個生鞠的那個母狗 把他的鞠 把他拿下來 拿下來的話 等於是你把鞠的那個 能等於殺身 那鞠就沒有辦法可以活 然後你的話更進一步的 因為那有窗 有窗的話 他就用舌頭去把人家那個 他這個第一個動作是 把鞠拿下來等於是殺身 因為的話 鞠是靠那個舔在那個東西 然後他自己不餵自己的話 舌頭 他就去舔那隻母狗 一舔的時候 哪裡有母狗 那個彌勒菩薩笑咪咪的 在他的前頭說 整個就彌勒菩薩出現了 他愣昧以求了十二年的 彌勒菩薩出現了 他就問彌勒菩薩 我十二年來 都一直想要見你 怎麼都見了 彌勒菩薩告訴他 我天天隨時隨地 隨時都在你的身邊 他說真的嗎 他說十二年生呢 他說我隨時隨地 無時無迫 不在你的身邊 他半信半疑的 彌勒菩薩就跟他解釋 他說因為是你的業意的關係 所以你沒有看到我 現在因為的話 你業力到那個 然後你實現你自己的話 你的慈悲心起來了 你用平等去你有那種境界 所以你現在就看到我 無助也不太相信 他說你不相信沒有關係 那你現在就背著我 背著我到大街上去看看 看看別人是這樣看 結果無助的話 就照他的話說 就把彌勒菩薩 背在他的那個背上到街上去 結果人家問別人的話 街上的人所看到的 都是他在背一條母狗 而不是背著彌勒菩薩 所以各位的話 一個是業要清得乾淨 整個裡面要用平等心 清靜心 看三星的事我跟各位講過了 你這樣的話才能 你才能夠 所以彌勒菩薩跟他講 你這樣的話才能夠 你如果不是那就不行 OK 一個業 一個慈悲 整個裡面 修行沒有三星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 只講前半 我沒有跟你講後半 你要知道 修行沒有什麼 先給你講四師 四個師 看你是哪一個 是你的那個帳門在哪個地方 三個你那些想要學一些 那些家裡 火樹是大堆 都都都都都 但是問你 好像又懂 又好像不懂 每個又好像 這又有一點 那又有一點 嚴格講你不知道有沒有進去喔 那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我跟 然後再 又要繼續跟各位講 因為這四個 先給你講四個師 或師之多 或師之寡 或師之意 或師之子 停在那個地方 二聖人頭 二聖人頭 我會進去囉 這一定 不成功的人 就是這四個去白條 我用那個 無助菩薩的那個 那個故事 再給你 現在無助菩薩 我們再給你用一個小的 小腳 再給你講一個故事 那穆菩蓮 穆菩蓮 穆菩蓮就是我們 第二個講的那個 神通的那個穆菩蓮 那個穆菩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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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有兩個徒弟 一個的話 一個是 洗步飄 就是這樣 洗步的 這個人 他收屬息關 一個人 銀將就是打金子 去收白骨關 那兩個人 一個 小步 妮步的人 收屬息關 洗步的人 收屬息關 那個打金子的人 去收白骨關 那兩個人 這樣喔 收很久了 都沒辦法進步 沒辦法進步 洗步的人 去收屬息關 打金子的人 去收白骨關 結果他們兩個 收到一定進去 就行在那個地方 就沒有辦法進步 後來他們碰到設立符 設立符 設立符 他跟他們兩個 跟那些 那些兩個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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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麼 當初就沒辦法進步 欸 一天 這些人 這兩個人 去等到設立符 設立符 你兩個要改變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漂布的那個人 洗步的人 漂布的話 補到水來 是膩嘛 你知道嗎 你一膩 你就 整個 熟到一邊去囉 跟他講說 你不是修屬息的 你要修那個白骨關 他把他翻過來 他把他翻過來 打去 打的銀匠的人 他在修什麼 他在修白骨關 他就說 打現在的人 頭半的人 是這樣 按一下 再吹一下 他再按一下 你知道嗎 以前那個 那個 你看人家那個 拉風 拉過來 打現在就是這樣 那就是 熟悉啊 你不能去 去修那個白骨 這樣 拆一下 你就一下 兩下 三人這樣的話 你是適合修習 兩個修習方法 一改變 兩個不久 兩個人都已經 都盛得盛道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講故事都有 對 有的時候給你講一半 是留著下半在那個地方 所以 方向要對 然後再講方法 方向不對 你很認真 就像那個 我經常講故事 你住台中 要來台北 你不玩白骨 你好像要從南部去 台灣 台灣比較沒關係 你把屏東去沒有路 你總是要 緩回走 因為你不能 回到 你就走到東部去 然後台北市會到的 但不知道走了多少 緣網路 因為台灣就這樣 小小鬼女 如果是活法的話 我們上次有一個學生 同學問我的話 叫做背金城 就是這樣 怕車就在這裡 結果你待在這裡 你怕車 你不就這樣走 只有你背著金城在座 說你要去走什麼 越走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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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走到會走下去 方向要對 我就很慎重的跟各位講 方向要對 方法沒有 方法是以後再求有效 方向不對 方法的話 又又呢 這一生的話 哎呀你一劑其一的生命 你通通都 都會非常麻煩 這個這節我就給各位講 我結論是有的喔 立馬關機做法 跟你這樣弄那個 OK 再講一節好了 這節比較難講 這節在講實相法 有一點難 這節跟那個法性法相是一樣的 因為這節的話 就這樣小聖法跟大聖法的那個 四法印五法印三法印四法印五法印的問題 因為這在講長不長空不 那個東西的話是哪一個就說 一個角度這樣弄過來弄過去 都不是對錯 現在現在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中南亞都還是小聖法 你怎麼講他錯 你現在給為摩傑說講他 他不行啊 但是你還是很好的喔 不能不能 來 這節有問題嗎 OK 就一節囉 今天新的一節好了 看看第160頁 160頁 摩侯加詹言沒有關係 下一節會解釋 那個摩侯也是大 也是禁語喔 加詹言是被譯為議論第一 然後法藥 國法的藥子 簡約而書藥的法義 敷衍 敷衍的話就是敷成眼術 闡術發揮 極滅的話就是清淨極然死 涅槃都是極滅 那個心滅心形的話 這個跟那個言語道斷心靈觸面不一樣 這個不是那個那個 這個是另外一個生滅心形 生滅心形 有為之法 有為之諸法 依因緣合合而為 未有法之有 未有法之有 未之生 沒有的變成有 也叫做生 依因緣離善 而為已有法之無 有法變成沒有 這個叫做滅 有生者必有滅 有為法是也 有生必有滅 這個有為法 有滅者 必不有生 叫做無為法是也 這個地方很難 因為加了也字就比較難 心形就是心念千流不息 生滅心形 就認為一切有生有滅的那個心意 實相這個又回來了喔 實相它有很多名字你看 實相實者會虛望之意 相者無相 像不是無相 它就無相喔 實相只遍布於宇宙中 真實的本體 就佛性的別名 又做如如真如法性無相 無相法生真性真空實性 無受陰就是五陰 前面也有談過 色授掌形式五陰 色陰受陰掌形形式四陰 動達就是通曉明白領悟 不二 這有一章專門講不二 第九章 不二一時之理 如如平等 無彼此之別 為之不二 然通然 就是生長的意思 好下面的話 同一樣囉 我聽了色立符 下面這個比較難解釋喔 因為這在講那個 四法無法印 我聽了色立符 目尖連等五位地址的報告 轉對議論第一的那個 議論第一的大佳戰 大佳戰言說 你去摩摩節 你去摩摩節 去摩摩 去看一摩 但佳戰言怎麼講 佳戰言 說四尊啊 我也不能升任 進見摩摩節 我怕我的孫子都一樣 我沒有辦法去看望他 也沒有辦法可以升任這種任務 為什麼呢 就剛才又講過去的一件事情 回以過去有一回 佛衛比丘們 惡藥提示佛法的大藥 不做工工 就要開講講一下 太長白之後 人家叫他 以我隨後演義其義理 他就講下去 他就做助教一樣 師父講一下 他就叫他去補充 他就做他的助教 禪事 你看 無常苦功無我即滅 這個五個 五個這個道理 現在他在講的時候 當你講的時候 唯摩節的陣角出現了 出現了 比較沾言 你不應該用有生有滅的心形 然後用這 換句話講 就是有分別的心 去解釋這個 畢竟空性的實相法 現在就跟法性一樣 他就叫他 這節比較難解釋 實相就是無相 小聖人若入真地的話 無心說法 若從真出俗的話 則有心有說 是則以生滅心說實相法 即是生滅 即是有生滅心 怎麼能夠說實相法的真理呢 這才有哪 他開始就要說 有個弟弟 大大講五個 第一個 一切法 一切法 插挪生滅 那是表象 現象 其實法是 生即無生 滅意無滅 畢竟無生 這大聖法的觀點 也沒有滅 即是不生不滅 本質不生 精益不滅 離開不生滅的真常體 別無生滅的無償可得 無償即是真常 這是無償的真意 這大聖的解釋 所以我們一下要進入這樣 有一點 各位一下就進這樣 有一點難 換句話講 你是用有為法 來看這個無為法 這樣是困難的 第二個的話 動達色受想行事 這五音本性的話 為空 無手生起 心經這樣講 照見五願俱空 這是苦的真意 或者可以這樣歡迎 通達本無出息之苦 望見有苦 此苦即空 不見苦相 明無手起 這是苦的真理 第三 了之一切法 本無有體 亦無所有 這就是所謂人法雙空 空空一空 不是兩空 哪有三空 人空法空空空 一切法究竟無所有 這是空的真意 第四個 明了實相真空 本無所有 本來無有我 沒有我 也沒有無我 眾生忘記有我 因為要破我 我明 因為要破我 所以就講無我 既不得我 也不得無我 我以無我 皆不可得 不可得者 即是無信 這就是無我的真意 或意也可以這樣 怨生假我 法生真 怨生 這五怨生是假的 法生才是真的 不須離假我 去另外求真 真我 當體假我 即同真我 我跟無我不二 這才是無我的真意 第五個 真意即滅之理 本來無有煩惱生死次然 今則無 無 因滅果滅 之滅地以涅槃 若見生滅 若見生滅真空不二之理的話 這是極滅 他是講那個五個的真意 在哪個地方 維某解釋另外一個角度 用大聖禮的角度去切 那一個 那個 那個的話 這個 加瞻炎的話 他是用二聖人的那個角度去講的 講這些 大家 這個不容易懂 不容易懂 維某解闡述前接無法義的時候 在場的筆秋 各個 各個 我就誤到 心得解脫 我沒有維某解釋 那樣變態 所以不能去 等一下沒有關係 我再 回過頭來再談 他再談哪些東西 好 看那個聲論 議論第一的加瞻炎 加瞻炎是西印度 阿盤提國人 婆羅門的總姓 父親是 是國師 他兄是保學之士 加瞻炎從小就很聰明 他記憶驚人 他聽他的哥哥 因為他哥哥是保學之士 他聽他哥哥演說 都能夠義詞 病嘗問難 問難的話 就回過來去問他哥哥 為了怕兄弟 因為這樣破壞感情 所以他就被他家裡送到 他很遠 住在遠 他舊舊的那個 阿斯托仙的家裡去 阿斯托仙 在希塔多出生的 就是釋迦摩尼佛出生的時候 他曾經這樣預言 他說釋迦摩尼佛在世 那個 希塔多在世的時候 他如果沒有出家 會做轉輪聖王 他出家可以做救世的聖主 所以阿斯托仙臨終 臨終的時候 那個就交代他 那個交代那個 嘉詹妍 那希塔多如果陳道 他就出家 陳道也要 阿你要拜他做老師 要跟著名師學習 嘉詹妍懂得多種語文 當波羅奈成的那個 爵珠古背文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破 大家都不破 就像我跟各位談喔 我們那個 你不要看那個 我很多人學梵文對不對 我們在大陸的時候 在那個乾隆皇 那個乾隆皇的那個墓碑 挖出來的時候 挖了一塊墓碑 墓碑的話 以現在的人 那個墓碑上手寫的梵文 沒有人可以破 沒有人可以破 後來有請台灣的人過去 有請台灣的人過去 過去 他是跟我講 他有碰我不知道 然後那個 就林光明老師 他有過去看 有過去看 那個就整個裡面 所以有那個 所以他這個地方 這地方我就跟各位談 他就一看那個 那個背文裡面 沒有人可以破 波羅 那個無人格能事 國王就重金求賢 加瞻炎的話 就接綁 他雖然知道 那個背文他可以讀得出來 但是他沒有辦法通達 還沒有辦法辨音 沒有辦法把那個意思 把它弄清楚 他突然想起 他的舊護告訴他 說 看看那個 那個 希達多有沒有成道 現在突然想到 就趕去 道路也淹去 網路也淹去的時候 如果釋迦摩尼佛成道 不過第一個 跟他看他的老師 結果老師已經過世 他就沒有辦法跟他老師講道 所以到路也淹出那個 所以他這個時候 加瞻炎你看 這個時候他跑到路也淹去 釋迦摩尼佛已經開始 成道沒有 沒有多久的時候 這個就 他就到路也淹去 見到像好莊嚴的那個釋迦佛 心生仰慕 請示悲文的時候 又得到釋迦摩尼佛 可以幫他解釋這樣 所以他就決定 要追隨佛 很快的他就獲得阿羅漢國 所以早期的人 很快的話 加瞻炎才師 才師敏捷 有一天 一個婆羅門修道者問他 婆羅門與婆羅門相爭 差地律與差地律相爭 是為了什麼 他不假思的回答 就為了貪欲嘛 再問他 比丘跟比丘相爭的話 又是為了什麼 他敏捷的回答 是我見跟法直 又問 事實上誰能夠除我欲 貪欲 除我見跟法直 加瞻炎鄭重 而且肯定了說 只有三界的導師 釋迦摩尼佛 我的老師 文者都很敬佩 很快的就歸於佛 加瞻炎的話 處事非常圓融 有一回他在途中 碰到一個老戶在痛哭 就質問他 他知道 質問的結果 他就知道 這個老戶人的話 為貧窮所困 他就加以安慰 對他說 請你把貧窮賣給我吧 就貧窮賣給他 那貧富的話 一臉刺疑 他說 他跟他說 不要刺疑 貧窮是前世沒有布施 的招感的果報 現在請你用這個波 你去沉一點水來布施 你有安 抵一個清水 清水你就拿到 我這個波給你 你去拿水 清水放在裡面 安來布施 貧武也曾聽過 布施西吾的道理 很高興的 照著他的指示去做 加瞻炎 你看這樣的話 就給貧窮人布施了 加瞻炎變才無愛 我請他去渡化 脾氣暴躁的那個 呂加害人的那個二生王 那個消息傳開 那王就派人埋伏 來突擊他 加瞻炎不畏 中面見那個王 問他 問他說 你為什麼派人來害我 那王回答說 出家人見者不及 看著出家人 就是不敬意的事情 加瞻炎跟他講說 我來於此險遭殺害 是見王不及 不是見出家人不及 見到我的人 都如像大王也現在一樣 可稱見者之大吉 那王的話 這個時候 又啞口無言 就用夢境 八世來問他 加瞻炎都能夠散巧的解說 所以他們就 那個二生王就改邪歸正 加瞻炎說法條理很緊 分析透徹 舉例非常貼切 佛有時二要提示法要 就指定加瞻炎 提提提的演繹 聖兒帶佛說法 加瞻炎都能圓滿完成任務 只有這一次被那個維摩傑給他那個 維摩傑是在講他 你是講那個有為的那個法 我是在講大聖的那個 大聖的法 是這樣的不同 這兩個解釋起來很難 很難喔 來 由一回加瞻炎當佛的助教 為心學彼秋 解說無常苦功無我 及極滅主義的時候 維摩傑剛好出現 明確的指證 無以生滅心形 說實相法 不要以心的生滅現象 去解釋必進空的實相 你還心的 生滅現象去解釋那個實相 是不行的 真正的法是必進空 法性本空 實相無相 或者說它底下 就我把它歸納成三個比較簡單 實相是離體語是不可說的 實相離體語本來就是這樣的 所以無所說 第二個是波羅智或實相理 就好像人淋水 如人淋水 人軟自知 知可意會不可言傳 所以無所說 第三個是活活到同不可說 過去現在未來諸我都以無言之智 來說無言之理 法法是這樣的 所以無所說 活學所講的無常 萬物不會永恆的存在 這是現象所說的 易經所講變化 萬事萬物 無時無地不再變化 指的是原則 原則就是這樣 心念千流不息 一生一滅 肅然都成過去了 確實無常 確實無常 但是那個 有肉皆苦 涅槃即盡 這個談這個 這個叫四法印 如果再加一個 就一切法空 就變成無法印 再唸一遍吧 這個不寫一版 這沒有關係 因為四法印 無法印 那個你去讀 那個都有 諸行無常 就都一切無常 無常 無常 無常苦共無我 再加一個諸行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諸法沒有我 有肉皆苦 煩惱都是一口 涅槃當你激進的 這就是四法印 再加一個 一切法空 就變成無法印 四法印無法印 都沒有關係 你修哪個 我跟各位談過 那個林崇安老師 林崇安老師 他就是小勝的 你去跟他學也很好 林崇安老師 各位如果這邊有想從禪中進 因為我只要跟各位 你這個金六金轉一次 大概要三年 你現在要從禪 你覺得你跟禪中 比較有緣 你要從禪進 我建議各位 就去找林崇安老師 林崇安老師的道長 在中壢 沒有很遠 你不要覺得很遠 沒有很遠 他在中壢 他在中壢 那個叫圓光 他在中壢 他的禪座 不在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講過嗎 他講過 我這班沒有講過 你要學禪座 還是去跟林崇安老師 學比較 他的道長是有神仙在的 一般的道長 建得很大很大 不一定有神仙在 他的道長有神仙在的 因為是我們可以 可以 可以聞天香的人 我跟你講實話 你要 我記得都要記著好老師 像剛剛給你講林光明老師 林光明老師最近是 他是 因為中壢 他比較 你比較不方便 你那個可以跟林光明老師去學 林光明老師也去幾歲 我不知道可能80 他是 他是 他幾歲我不太 他是27歲就得到博士 他很大很少 他27歲就得博士 為什麼我講小聖法會指教他 他就學小聖的 他就是四法印的 你給他做戲什麼的話 他就從四法印開始彈 然後他所重複就是六祖壇金 他一直認為國內沒有人六祖壇金會彈的比他好 因為他六祖壇金師他到日本去收集古板 他碰到我他好高興 他就我們兩個整個裡面會那個 後來我自己又 他沒有 後來我又加了敦煌 敦煌跟敦煌 敦煌 敦煌跟敦煌 他兩個 他到日本去大新生是那個 因為日本那些版本的話都是 淺堂史 印度的淺堂史 帶回去以後 他就存著 就沒有改變的 所以從那個地方來是唐朝的六祖壇金的真本 他用科學的方法 他六祖壇金用科學的方法去比對 所以各有那個 你要學禪就是要打禪錯 到他那邊去打 到他那邊去打 不會很遠 不會很遠 這樣的話你開始可以修到 我會比別人那個 所以我就諸行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有肉皆苦 涅槃極 你學這四個到東南亞國家去 他們這個都小聖教 都有這四個 東南亞國家去都這四個 你這樣 我們很多法師都跑到東南亞 他們有老師 蔡老師我給你錢基本金 那你能不能幫我寄到哪個地方去 我就寄到哪個地方不要來 你自己那個帶 就跑得去 有的時候就回來 我很多宗教是這樣 因為跑這邊之後 他那邊供養就到哪個地方去了 他就通的 很多 很多道場都這樣喔 就修出家人出家了 都很容易 生活很方便 他就要到東南亞國家就比較薄 那個可以 因為從獻匠的生命去看的話 諸行都是因緣合合的 所以千流變化都沒有橫長的 是苦的 是苦的 沒有實體的 是空的 唯有止息 唯有止息 那個還滅 才能夠得到安樂 就剛剛那個喔 但從本言來講的話 是無所謂無常 無所謂苦 這是無法應的爭議 如果從本言上來講 是沒有這些東西的喔 因為為什麼這邊的話 不能說他不對 因為是 活為了破防汙外道的常 然後 因為防汙外道 執著的都是常 釋迦摩尼為了破常 他講無常 他講無常 說一切法無常 二聖人執著無常 但是大聖法畢竟是不生不滅 要講的是 畢竟的不生不滅 叫做無常 無常的話 嚴格講也就是常 也就是真常 但是他不是外道的常 大聖法的那個無常的話 根本沒有常 也沒有無常 因為諸法都是因緣合而生的 合而生的喔 這個裡面講的 五因赤聖 五因赤聖的話 他是八谷之一 通達大聖法的話 空無首起 你照見五因 那個心經的話 照見五因 五因皆空的話 不是有個五因 然後再把它空掉喔 因為根本上 他就沒有有起 他是不生不滅的 不生不滅的 然後佛所說的空 是對字 反乎 外道 因為執著有 才說空 然後也會為了對字 對字那個二聖人的偏空 偏空 那個佛要迫 黃無外道的我 然後才說無我 這都是對稱的 大聖法與我 或無我 他都不起分別 不起分別 後面那個 最後一句 不是那個有一個 請你看一百六十一頁 一百六十一頁 最後一句 最後一句 那個法本不然 今則無滅 是極滅義 這個字 你把它勾掉 法本不然 今則無滅 是極滅義 為什麼這法本不然呢 因為那個然 那個然 通燃燒了然 也就是生長的意思 一切法本來就是不存在的 因此就 因為 本來還不 一切法本來不存在 因此也就沒有 沒有沒有滅師 諸法本來就沒有生起 現在也無所謂善滅 這就是 這個就是極滅的那個 真意在這個地方 極滅的真意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今天 再講一節 也來不及 你這一節裡面的 這五個 你不要去太執著 因為這太執著 這五個 通通都是 不管是小聖法大聖法 通通都是我們要學的 他排斥的那個 也是我們要學的 他在上面那個 更是我們要學的 現在我一個一個 告訴你 要告訴你小聖 要告訴你大聖 那等一下小聖那個 你又那排斥 所以通通都學 那你不要 無常國公無 這本來就小聖 我這四個 你等一下講他不對 你這樣講 你不知道又 弄在哪一邊 所以我這邊 我就不深入再談這個 因為它是對稱的東西 對稱的東西 你就不要起分別心就好了 不要起分別心 哪個時候 就弄在哪個 那個 你那個馬祖道義 跟那個百丈 有嗎 他們一天 這兩個祖孫 你走路的時候 啊走路的時候 啊杜杜燕 那個那個 那個 野鴨子去飛嘛 去飛 啊那種 那種 馬祖道義就問 就問那個 百丈 問他說 飛過什麼 野鴨子飛過去了 還要再問問 還有什麼 飛過去了 還要再問飛過去了 啊這隻你就是有分別心 所以就有分別心 所以就有分別心 就讓他 不要有大 大聖子講 那個就 你如果就是他有 有念 心中只要有這樣 有意有分別的話 有念 就那個就 就不是 大聖法是不生不滅的 不生不滅 下次我們談到這個 他跟你特別講 野鴨子 野鴨子飛過去了 就這樣 因為你只要飛過去 你就真的過去了 我把他念這個 裡面 你一直哗哗叫 你就在當下 啊當下 你因為你有分別心 還要問他 會不會 會不會 整個那個東西 那個禪的意境在那個地方 今天我就 到這個地方 因為下一節談了 我也來不及 來不及真知天影 我要不要解釋一下 解 我們今天就講到精神好了 嗯 還是把解釋談一談 還是就這樣 蛤 蛤 蛤 就這樣就這樣好了 蛤 有問題嗎 哪一個 啊就一割割的 就覺得自己就 精力之外 就已經夠了 就這樣就沒有 又頂端了 覺得自己就這樣 這樣 啊 字就是自己自己 這割根子有點 兩個 一個是畫地自線 一個就是 淺薄 就這樣 大概我們一般的 大概是 比較麻煩的 四字多 四字意 就是 中原人的 羅斯瓦斯就是因為掌握了意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希望快 你從金剛經去比較兩個字 金剛經去比較兩個字 非常有趣 那個金剛經裡面 我剛好可以收尾巴了 這兩個字 金剛經這兩個字 沒有辦法可以同意 這兩個字 讀音什麼 漢音都一樣 啊這兩個字 這個少一個字 少一話 這個多一話 這兩個字 漢語語語音 讀法都一樣 這漢音客家話 讀法都一樣 都一樣 你看那個 那個都一樣 啊所以 讀來讀去 我跟各位講 從元朝之後 金剛經裡面 用這個字比較多 因為 摺疾 文人寫東西 他都是希望不要別字嘛 啊 頭經如果他用過這個 他就給他改這個 啊所以 一金剛經裡面 啊幾乎 這兩個字 是沒有辦法可以同意的 超來超去多 因為 摺就是疾 疾就是疾 啊這樣 這個字是少一話 啊然後這個字有一個好處 疾就是馬上呢 啊疾是一個轉折啦 你還不知道怎麼 啊所以的話 你看不管什麼都用 子儀比較好 子儀比較好 個性啊 羅斯瓦斯就掌握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要修桌 一天就快就不做 一天就成功 這樣大家都做 那修什麼也是一樣 你那個 哪個班裡面也去弄一弄 啊有什麼效果 一下 啊你如果說這樣 如果我弄了一個月沒有效果 兩個月沒有效 人家沒有效 沒有效 都不願意花 花時間 你從這四個去看 都差不多 所以我在弄金鋼金的時候 這兩個字 給我一個很大 我本來想同樣 後來沒有辦法 就只有列表 沒有辦法 哪一本的話 古版這個字比較多 從元朝那個 四千瓦斯開始 他這個字就變比較多 改版就沒有辦法 既然這樣的話 沒有講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折就是疾 疾就是疾 反正就獨來獨去 兩個意思都是一樣的 那只是文人喜歡 這個就用那個 你也不能變 這個根本 根本沒有標準 沒有標準 今天就到這個地方 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